恩典365 祝福你全新的一天 我们一起享受上帝全新的恩典 全新的祝福 这几天我们在分享到说 以利亚怎么样带着整个 以色列人神所拣选的选民 重新回到去经历 上帝的祝福由天而讲 这是多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些人是神所拣选的 但是很显然他们离神越来越远 可是以利亚怎么样带着他们回去经历 福从天降恩从天降 从天上降下神极大的恩典和祝福来 你还记得吗我们提 第一要建筑重新修护那个 人跟神之间关系的祭坛 祷告的祭坛 而怎么样修复呢 昨天提到第一件事是合一 祭坛有裂缝 再多的祝福都漏掉了 关系有裂缝 再多的祝福都留不住 家里面有破口 神再多的祝福 在这个家中看不见 因为漏掉了 公司也是这样 职场是这样 侍奉是这样 教会是这样 国度也是这样 求主帮助我们 若是我们渴望留住神的祝福 没有什么别的更好的方法 去修复那个在关系上的裂缝 求主帮助我们 合一是祷告祭坛第一个关键 接下来呢 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 当他讲到说 借着好像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一样 十二块石头来重新修复 那个已经毁坏的祭坛 可是后面他提到说 耶和华曾经小遇跟雅各说 你不要再叫雅各了 你要叫做以色列 为什么在这里冒出这句话呢 在中文圣经里面 它还有一个瓜胡 因为我想翻译圣经也觉得 这句话摆在那里 蛮特别的 为什么呢 以色列到底是什么意思 以色列有两重意思 今天跟你分享 第一个以色列的意思 以色列这三个字 在中文里面叫以色列 可是在原文它的意思是 王子 王子 他是万王之王 永生神的儿子 神跟雅各说 你不要再叫雅各 不要再靠自己抓抓抓 你要叫王子 你知道这是祷告祭坛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你站在一个 什么样的身份 什么样的地位 我们是站在一个永生神 这位至高无上独一的真神 万王之王 用宝血 中价买书回来的儿子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我们一个权柄 做神的儿子 你知道我们不是可怜兮兮的一个 我们是一个罪人 但是当你祷告的时候 我不只是站在一个罪人的地位 是站在一个大蒙 倦爱 神的儿子的身份 站在一个儿子的身份 你可以享受到上帝多大的祝福和恩典 那是一个信心 那是一个安全感 你相信吗 这位爱你的神 他连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都舍了 岂不把万物和这一切都白白的赏赐给我们 站在儿子的地位上的祷告 是一个信心的祷告 出于信心的祷告 要让我们经历神极大的作为 记得 祷告祭坛有一个重要的关键 是站在一个对的地位 神宝贝儿子的地位 主要我求你自己施恩 恢复我们里面有一个属灵的自信 不是因为我好 单单是因为你的爱和恩典 我成为你的儿子 让我是站在一个儿子的身份上 向爸爸求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他们站在儿子的地位 奋力抓住神 求主给我们属灵的自信心